剛才看完了, 還要看你走路 Carmen, 先走 是, 來了 一號佳麗 看到嗎?Carmen 一點點進去, 不如回去吧 成功了 很棒, 成功了 不行, 這樣走, 平時走路的樣子 等一下, 她以為… 好, 準備好了 再來, 二號佳麗 很輕微… 章外… 外向 章外, 沒什麼自信 賣三年份 插桌子好帥 很帥 好像大富豪一樣 正確 要插桌子 平時不是這樣走路 對 也不是這樣走路 接著到Carmen 這麼奇怪, 你一隻腳入字腳 一隻腳? 師傅, 我們的腳有什麼問題? 好, 慢慢解釋給你們 第二次, 腳碗就一定要幼 Carmen的腳碗幼, 當然是正常 Carmen的腳碗也是幼的 因為排第一, 腳碗要幼 你們留意一下, 有錢的大體 你會發現大部分腳都是幼的 是… 你真的有份了 這個位置, 粗還是幼是最重要的 排第一, 腳碗要幼 排第二, 先看看你腳瓜囊有沒有肉 什麼叫腳瓜囊 什麼叫腳瓜囊 你們叫小腿 我們小孩子叫腳瓜囊 腳瓜囊, 這個位置 我們真的不同年代 不同年代 如果跟我同年代, 你就… 真的… 有些叫筷子腳, 很直 我們那個年代 很容易在這個封層女子看到 夜總會, 你會發現 腳走來走去 有很多筷子腳 現在的年代就沒什麼清流活動 現在有很多女團 對… 我現在很容易反弱 你喜歡還是喜歡 我已經看上個角度去看 筷子腳, 如果你有這樣的女朋友 你會發現她經常都不同男朋友 不知道有沒有這些朋友 花心 有 沒有腳瓜囊就是花心 對, 可能是這樣的演繹 古代是風塵 現在代表有機會是花心 我們男生看女生 其實有些男生只看女生的腳 特別喜歡女生的腳 筷子腳就是最多男生喜歡的 我又不是很喜歡 我喜歡有一點點 有這麼多腳瓜囊 當然不是一塊夾組腳, 是不是 一點點腳瓜囊 我覺得有些美感直著腳 可能不同年代 所謂的眼光 我們這個不同 我的年代和我的年代不同 接著就說走路了 走路其實主要分八字腳 大爺那一款 然後呢? 一份的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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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花心的 又是我, 竟然也是我 我不是花心的 別說你 我誇張一點告訴你 有些是正常向前的 是 八字腳有外向之心 無外向之能 是什麼? 很想將自己的生活圈子擴大 或做到很大的生意 怎知道能力不夠 像… 一份的行法 你們要留意 對, 日本的女生… 我們很喜歡日本的 但你沒有這麼觀察 我經常看人家怎麼走路 其實真的是你的腳是嗎? 師傅喜歡腳 日本的行法 師傅喜歡腳 我去任何地方旅行 都是全身都會看的 只要去日本你會發現 女生十個、五個行路都是這樣的 是很嚴重的 入字腳 對, 入字就是性格內向 即是性格內向 知道了 是 這個一隻正常, 一隻向右 就是想內向 性格跟你 想內向 手臭你… 我們也可以 因為我們看上來 左邊全面可以看三十前 是 右邊看三十後 本身是正常的 可能三十歲、三十五歲之後 的人內向了 走路的姿勢會否改變我的命運? 會 譬如你是入字腳的 知道性格內向 那你就盡量控制自己 然後向前 那你慢慢慢慢的 有機會變得沒那麼內向 因為你的動作 你做了, 你不知道 是 這是下意識的動作 所以不知道你會走路 少許入字腳 我不知道 但我的球是永遠都會踢到位置 那你就知道了 所以其實下意識的動作 是反映你當前想什麼 譬如你當年分泌又很成功了 我就可以這樣 不是 可以這樣走路了 你變成了向前 不用這樣 不用裝大爺 因為我就是大爺 是呀 正正常常, 這樣走路 我也是大爺 還不用裝? 要扮到大爺 在這個訪問的時候 就直接這樣走路 老闆豈不是很有印象嗎? 對, 很有印象 這個人好像有點… 如果一見人, 最好就是向前走 又不行 雖然不是說走路 不過是走路 我告訴你 這個叫做蛇行雀躍 這是最壞的 古惑仔 古惑仔 古惑仔就是這樣走路 這叫做蛇行雀躍嗎? 不, 女人也有, 女人就這樣 你也有點像女人 我經常上課 都要示範給學生看 蛇行雀躍就不好 雀躍就這樣 鬼祟 蛇行雀躍就好 但很少人走路是這樣的 她的意思是女孩子有的 她經常這樣走路很細步 她是不是趕巴士才這樣走? 趕巴士還這樣說什麼? 就是這樣走路 蛇行就是這樣, 是不是? 是 中國說是淫賤 不, 古惑是淫賤 現在可以說是熱情 熱情 熱情 像藥呢, 以前說過人 真是不得老成 現在就是天真反路還童 是不是? 四十歲走路都這樣 那也是我 然後腳掌不到地就真是壞了 我們有說 走路腳掌不著地 就賣盡田園酒他香 好詩 這是什麼? 好像很慘 賣盡田園酒他香 你都不懂, 世界上沒有讀中文 賣盡田園酒他家產 又要去第二道生活 是啊 哦, 那就是二人 離鄉結席又沒有錢 好可憐 宇宙做窮人 那如果那個人是O型腳 或者是X型腳 有沒有關於風水? O型腳是正常的 我們小時候媽媽說 他背帶背多隻腳 這樣就變成O型腳 但是現在我們很少見人 有O型腳的 那你那些這樣分開 這裡夾著, 這裡是 台灣人叫做螺絲腳 代表人不是很靈活 跟命運沒有關係 不是很靈活 性格也沒有關係 師傅, 但有些女孩子 穿高跟鞋做得多 這裡會有一塊骨頭出來 不是, 我這塊骨頭是最… 叫做腳趾外翻 對, 這塊骨頭 這塊腳趾外翻 我們古代叫做風塵上 我們那年代很少人穿 尖頭高跟鞋天天穿 除了晚上還會上班 還會這樣穿 是哪個潮代 師傅, 潘潮還是蠢潮 我說你們是文初 好… 即是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時候 你們一定會問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到八十年代的時候 人們開始富裕 每個人都有幾雙高跟鞋 變成腳趾外翻 因為腳趾穿得高跟鞋很多 所以這是一個統計 因為以前穿高跟鞋很多做小姐 現在穿高跟鞋很多是有錢買的 漂亮的鞋穿得多 所以不關事了 做秘書很多都要穿高跟尖頭鞋 對… 我看到你的鞋子很漂亮 其實穿鞋有沒有說穿什麼鞋 又往往自己呢? 其實我覺得沒有的純粹是自信心 還有晚上抱的時候 是否讓我進去 因為以前我們穿高跟鞋不讓我進去 什麼? 穿高跟鞋, 她也這樣可以進去 我這樣也可以進去 我也可以進去, 人家在這裡 時代在變了, 師傅 我也接受過這個時代 我也接受過這個時代 衣著我不跟著 我不會穿高跟鞋子的鞋子 不過師傅, 你有沒有聽過什麼叫鞋頭不好 我聽過, 但我… 鞋頭不好 鞋頭不好 你的鞋頭不好 鞋頭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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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有的, 這是迷信 鞋頭不好不只說小朋友 你娶個媳婦回來都可以… 就是初來報道那些東西 可以賴的 你生了一個小朋友 那天頭頭碰著黑生意 山河日下又賴小女孩的鞋頭不好 沒關係 然後小女孩出生了 你風生吹起 又說她的鞋頭好, 大旺你 娶個老婆也是這樣 你有你的運, 小女孩有小的運 當然是你的運 影響小女孩多一點 比小女孩影響你的運 所以其實… 這是民間迷信 有人說新年不要買鞋子 但其實新年買鞋子特別便宜 還不算 半價 我年年都買 值得嗎?我不知道 對呀, 我年年都買 不過早點跟你去買吧 那是不是代表不好呢? 其實我媽媽也不會讓我買鞋子 我媽媽一定是新年前會買鞋子給你 新年穿新鞋 她說年初一至年初七都不要買鞋子 鞋子的聲音不要聽 這是我媽媽說的年代是二頭而已 只是蠟燭 所以其實沒關係 如果你問我, 我跟你一樣 一定是新年買鞋子 當然… 有賤 我問你, 師傅 我新年才去旅行 對呀 我去旅行才有時間購物 我一買就買五對十對 買到九號為止 剛剛聽導演說 買一雙襪子就可以了 襪鞋子 我買一雙襪子 你怕的話 先買一雙襪子 你怕的話就先買襪子 我不會怕的話 買五對十對也不怕